是不是繼續關心的市委出進到不一樣世代的組織隊伍 立法委員 李正爺和加基辛勒龍的關懷協會 基盤到公民隊伍下的工作 李正爺希望 和市民建立到交通的美台 和各組織的黨參與討論 共同關心加基 李正爺和公民隊伍 加基啟動 第一場探討有關加基生活環境品質的空氣污染問題 由公務的團體PM2.5細懸浮維力組織 組織衛星園 劳異地和在地鄉親進行操作 李偉李正爺爺對公務奉地丟臉修法 和劉士進行進行說明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空氣污染非常嚴重 特別是中國的埋害 我們嘉義地區也受到嚴重的污染 所以從去年開始有很多民間團體在關心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他們的專家 來跟我們講講空污的問題 然後也告訴大家 李正爺表示 公民對外做 主要是希望嘉嘉義一名 建立交通平台 和各組員可以參與討論 共同關心加基 未來中已經發作青年創業 跟新住民作為三大組長 首長已經發作為主要訴求對象 我相信立法委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要怎麼做好的政策 提供民眾服務 我相信所有嘉義市的問題 我透過社區服務也好 透過很多民眾的歡迎也好 很多遇到的問題 我們都設法給大家解決 所以未來我們在文政上 我們繼續加強這部分 要怎麼在民眾要求的東西 要怎麼在中央的政策上 我們來做改變 甚至是中央的法規上 要怎麼來做改變 這個部分 大家看我的提案的項目 看我的提案的內容 大家就真知道說 我真認真打扮在做這項工作 繼續我們 為所有的嘉義市民來服務一遍 最近宣布文 創皮動 嘉義七 蔡空 博登